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通常大部分客人會問說 這個隔空減脂啊 這脂肪到哪裡去了 那通常來講的話呢 脂肪因為它預熱之後啊 它會進到所謂的自體凋亡的過程 那裡面的脂肪顆粒 脂肪裡面的這些東西就變成油滴 好像就我們所謂的三酸甘油脂 那大部分這些油裡的脂肪酸呢 它會進到我們的淋巴跟我們的血液 微血管的系統 然後從這些系統呢 從身體裡面去把它代謝掉 研究顯示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他做大部位 好幾個部位的一個隔空減脂 那當然我們就會想說 那它會不會突然血指標很高 那但是這個部分呢 其實在很多國外的研究裡面 去測 就是說做了隔空減脂之後 我們去測血液 其實是沒有看到這個現象的 在這兒 那時候我們可以做的 是我們不會有的 我們會感動的 有一點點